天高海阔 张修杰 美国的敌人很明显就是中国 刺激中国希望中国在制定内外政策的时候犯错误 我想这是美国最低成本的 令到美中竞争过程当中美国获胜的一个手法 那么其实除了中国政府有可能在制定内外政策 受到刺激的时候犯错误之外 美国总统拜登同样也会犯错误 并且拜登现在犯的错误非常严重 拜登犯的错误严重除了我这么说之外 最近连美国的左派媒体也这么说 最近拜登发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讲话 拜登早就预告说他在5月10号 要发表一个有关经济政策的重要讲话 我期待了很久 但是呢等到10号过后呢 我发现好像各大媒体对拜登这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讲话 完全没有报道的兴趣 更不要说一些电视台对这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讲话做直播了 如果你不认真找一下话 你就怀疑拜登的这个所谓的重要经济政策演讲是取消了 那么拜登在10号有没有发表一个他认为的重要经济政策讲话呢 有 那么首先我们要说拜登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讲话 其实拜登发表这个讲话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确实很糟糕 糟糕到什么程度呢 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又上升了8.3% 可能有些人说3月份8.5% 那么跟这个8.5%比起来应该说是有所进步了 但是你只要看看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的一些具体细节 你就会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 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到底有多糟糕 我们看在美国通货膨胀这么严重 它重点表现在哪里呢 其实重点有两个 一个是能源价格 一个是食品价格 根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 今年4月份跟去年4月份 食品价格的上升高出了9.4% 那么杂货价格呢 也跟去年相比升了10.8% 我们知道食品价格是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商品的价格涨幅 比如说鸡蛋 鸡蛋现在价格飙升了10.3% 这还是做过调整的 如果没有做过调整 在短时期之内鸡蛋曾经价格上升过22.6% 鸡蛋价格上升了10.3% 这还不是食品当中最大涨幅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培根 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它叫成五花肉 培根的价格上涨了多少呢 上涨了17.7% 鸡肉呢上涨了16.4% 奶油以及人造奶油上涨了19.2% 牛奶价格上涨了14.7% 新鲜的全制牛奶价格上升了15% 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面临的食品价格的上涨 这样的上涨幅度肯定令到很多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这是拜登要发表演讲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现在通货膨胀 食品价格能源价格的上升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民主党在中期选举的选境 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11月民众投票的时候会把票投给共和党人还是投给民主党人 我想这个结果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拜登现在要出来表达一下 我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要向大家公布 这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能够解决你们生活当中的痛苦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新闻 拜登在记者会上希望记者问他一些特定的问题 让他告诉美国的公众 他上任这一年多啊 可以说创下了丰功伪计 比如说这个赤字的下降啊 比如说这个失业率的下降啊 但是当时的无论是左派还是保守派媒体的记者 对拜登这个提示啊 根本就不买账 因为大家知道这两个数字啊 根本就不是拜登的所谓的成绩 所以呢 拜登提示过之后 这些记者还是不问 不问的话 那么第二天在各大媒体就不会有拜登 对这两个问题的描述 所以拜登很着急 于是呢 干脆来一个 我发表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讲话 你们总要报道了吧 很遗憾 媒体依然没有重点报道拜登 这个一年多以来的丰功伪计 甚至左派媒体CNN 还对拜登这个所谓的成绩啊 进行了批驳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CNN说什么 拜登在讲话当中呢 一定要向美国民众解释 为什么现在美国通货膨胀这么严重 为什么美国现在经济这么糟糕 拜登演讲过程当中 没有讲太多 他如何解决目前美国的经济糟糕的状况 如何解决通货膨胀 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讲什么呢 讲这个现在美国经济面临问题的主要责任是谁 责任当然在这个共和党 拜登在讲话当中说啊 现在政府的决策 已经令到美国的问题有所改善了 美国现在政府的一些政策 并非导致了物价激升 而相反呢 是共和党过去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政策 令到了美国的物价高涨 令到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他说如果让共和党的让美国再次强大这样的政策 其实这是川普的政策 并不是共和党的政策 他说如果让这个政策延续的话呢 美国的劳工阶层的税负将会增加 我实在不知道拜登总统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生活在美国 我记得当年川普执政的时候 川普推行的是减税政策 为什么如果让川普的政策再下去 劳工阶层的税负将会增加呢 还有民众在设安金啊 医疗照顾啊 医疗补助啊 等等方面的福利金也会减少 这会不利于民生 川普执政四年 我实在没有看到拜登所描述的 我的税负的负担在增加 而我的福利金包括医疗照顾 医疗补助有所减少 我所知道是奥巴马的健保计划 令到我每年的这个健保费不断上涨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拜登在讲话当中呢 一直在说都是共和党的错 都是川普的错 所以才造成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 哪怕就算是川普的错 哪怕就算是共和党的错 现在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 拜登先生要如何用什么经济政策来解决呢 拜登说啊 在对华关税政策上 我们正在认真的考虑 看减低这个对华关税政策 是不是有助于减低美国的物价成本 他说政府正在评估情况 看看哪些选择可以带来最大的正面效果 包括取消对华关税也是在考虑当中 拜登似乎再一次向外界释放这种信息 今天美国为什么通货膨胀 是因为川普加了中国货品 输入到美国的关税 那么所以呢 拜登政府准备来个拨乱反证 看看能不能降低中国输出到美国的产品的关税 能够令到美国的通货膨胀能够降低下来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个观点 其实美国现在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两个标志 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食品价格 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具体食品上升的幅度 我们要问的是如果降低中国产品的关税 跟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跟美国的食品有关系吗 我们现在每天消费的这个培根啊 牛奶啊 包括这个鸡蛋啊 是中国生产的吗 很明显 中国的货品增加关税当中并不存在这种商品 中国的汽油有进口到美国吗 今天我们的汽油价格如此的高昂 是通货膨胀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那么如果降低了中国货品的关税 我们的汽油价格能够下降吗 会受到影响吗 当然不会 那么大家可能会很奇怪 拜登为什么在这个重要的经济政策演讲当中 要把中国的货品的关税 要作为他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一个建议呢 你仔细看啊 拜登说的是我们在检视所有的政策 包括中国的关税政策 如果降低中国的关税 对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有帮助的话 这也在我们考虑之列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拜登对解决目前美国的经济困境 没有任何政策 拜登只不过在一再的说谎 一再在开空投支票 希望美国民众认为 拜登政府正在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呢 这些问题并不是拜登政府所造成的 而是前朝川普政府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美国的通货膨胀啊 是发生在川普执政的末期 而当时的通货膨胀其实并不严重 反而拜登上台之后 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支法案 令到美国的国债不断的上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因为疫情的原因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的原因 所以通货膨胀在不断的上升 其实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啊 拜登自己的财政部长耶伦 最近在一次公开讲话当中就承认 拜登的纾困法案确实令到美国的通胀升温 但是呢 这个纾困法案如果不推出的话 美国的民众将会生活更加困苦 我们看作为财政部长 耶伦也不得不承认 拜登1.9兆的纾困法案 是直接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其实美国的通货膨胀原因有很多 包括这个拜登的纾困法案 以及一些重大开支 包括疫情影响之下 生产供应链运输供应链所产生的变化 都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如果拜登政府在他上任之初 看到这个通货膨胀趋势的话 如果拜登不推出这么庞大的开支的话 美国的通货膨胀会这么严重吗 拜登如果延续川普当年的能源政策的话 让美国站在一个石油输出国这样的地位 美国的汽油价格会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影响 这么严重吗 所以说拜登今天发表这个 所谓的重要经济政策讲话 为什么媒体都没有兴趣报道呢 因为他这个内容可以说是空洞无误 拜登完全没有一个让民众看得到 有可能有效的 让民众看得到有希望能够降低 美国通胀的经济政策 拜登翻来覆去 其实就讲三点 第一点通胀责任不在他 第二点 他的政府所做的一切 给美国的经济带来正面的影响 第三点 他准备去考虑某一些政策 一定会降低美国的通胀 那么关于拜登这个讲法 美国的左派媒体是怎么评价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发表了一个 所谓的重要经济政策讲话 那么有媒体报道呢 说拜登现在很可能降低中国产品 输入到美国的关税 拜登真是能够这样做吗 修计我个人认为啊 拜登不可能这么做 拜登为了降低通货膨胀 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策略 他现在描述要降低中国货品的关税 只不过是欺骗美国民众 希望美国民众认为 拜登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 为什么我认为美国政府 可能不会降低中国货品的关税呢 或者说不会大幅度降低 中国货品的关税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就是降低中国货品输入到美国的关税 其实对美国现在影响通胀的两大因素 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食品 没有任何帮助 第二点呢 美中现在处在一个高度对立 激烈对抗的状态 虽然美国政府一旦描述说 这是竞争 美国政府欢迎竞争 但是美中之间的对抗 是很明显的事情 那么在对抗的情况下 美国最希望出现的什么情况 有中国的经济衰退 中国因为经济衰退 引起了内部的问题 然后通过和平演变 通过中国政府内部的分化 达到美国的目的 我们之前讲过了 苏联解体 美国就是用的这一招 那么现在美国一定是 用它的最低成本 希望能够达到中国政府的改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会在中国经济 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降低中国产品的关税 让中国再次变成 世界上一个制造业大国吗 美国会降低中国产品的关税 令到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吗 很明显 这跟美国的环球战略 是不相符的 哪怕是拜登政府 某一些官员 希望通过降低 中国产品的关税 能够达到一定程度上 降低通货膨胀 美国的官僚体系 也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 说穿了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 像财长耶伦 这些人 他一天到晚在鼓吹 降低中国的关税 他的动机 还是他背后的利益团体的影响 因为美国很多大型零售商 是一直主张 降低中国产品的关税的 像沃尔玛集团 为什么在2020大选当中 选择支持拜登 就是他们也希望 川普下台 拜登上台 拜登能够改变 中国产品的关税 让沃尔玛可以重回到 过去在零售行业 有非常大利润空间 这种状态 那么为什么拜登上台之后 没有满足这些 背后金主的要求呢 因为华盛顿官僚体系 在抵制拜登这个政策 美国跟中国 正在高度的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是不会让 中国的经济走出困境 或者说 美国不会帮助 中国的经济走出困境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华盛顿官僚体系 怎么可能让拜登 把中国的关税 做一个大幅度 或者全面的减免呢 拜登这样说 只不过是希望 欺骗美国的选民 在中期选举之前认为 他这个政府 还是能够有能力 把这个美国通货膨胀降低的 但是如果你了解 是什么因素 影响美国通货膨胀的话 你就知道 降低中国产品的关税 我们先不说 政治正不正确 他对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是不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效果的 拜登在演讲当中啊 也再次强调 他执政一年多以来 所创造的丰功伟绩 就是他一直想 让外界知道的 两点第一 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很低 第二呢 就是美国联邦的赤制 有非常大的 大幅度的降低 拜登这个说法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CNN说啊 拜登这个说法 是胡说八道 你没有听错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假新闻媒体 美国著名的左派媒体 美国最著名的 支持民主党的媒体 今天站出来说 拜登对自己 所谓的执政业绩的描述 是胡说八道 美国有线新闻网 有一个叫 事实核查员 这个人叫丹尼尔代尔 这个丹尼尔代尔 经过核查之后呢 他得出的结论是 拜登总统将减少 联邦财政赤制的功劳 归功于他自己 是错误的 拜登在演讲当中 告诉大家说 我减少了联邦的财政赤制 在我上任第一年 我已经减少了 3500亿的财政赤制 而且呢 我们正在按计划减少它 到了9月底 再减少1万亿 或者是5000亿 这是有史以来 最大的降幅 CNN的新闻核查员 戴尔在这个 CNN的新一天节目当中说 他事实上根据五党派的 国会预算办公室 简称CBO的数据 如果拜登上台 什么都不做 让川普的政策 留在原地的话 美国联邦财政赤制 会减少的更多 这个戴尔说 虽然现在联邦的财政赤制 确实有所下降 但是这个功劳 并不是拜登的 戴尔除了引用了 五党派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 他还引用了 目的分析公司 高级主管怀特的数据 怀特在给这个 戴尔的一封电邮里面说 他说拜登政府 和本届国会的行动 无疑导致了更高的赤制 而不是更少的赤制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 如果拜登上任之后 他什么都不做 不实施新的政策的话 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 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制 将会下降超过 8700亿美元 换句话来说 因为拜登的所作所为 现在只减低了 3500亿美元 而联邦预算委员会的 成员戈德温告诉戴尔说 他说拜登的说法 几乎是怪诞的 是对现实的颠覆 戈德尔认为 如果拜登上任之后 什么都不做 财政赤制会下降的更多 根据CNN的报道 他说在川普时期 由于川普政府 对企业的减税 才使财政自治 在开始实施的时候 急剧增加 不过因为减税政策 对民众有利 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并且鼓励企业 把工作带回美国 最终让整个社会受益 大家还记得 之前我们讲过吗 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 告诉我们说 因为川普当年的减税政策 令到美国的联邦税收 创了40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当时川普 推行这个减税政策的时候 他的目的就是 通过减税政策 让美国产生更多的中小企业 更多的中小企业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然后让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机扩大 税机收入增加了 美国的财政赤字就下降了 如果我们相信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 数字是正确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下这样的定论 当初川普对减税政策 效果的描述 真实的在美国社会发生了 而拜登上台之后 因为扭转了川普的一些经济政策 所以拜登上任之后 其实美国的财政赤字的减少 的幅度却大幅的缩小了 CNN对这个拜登的经济政策 对川普的经济政策 是这样评价的 这段评价让我看了之后 我都觉得非常惊讶 正如他之前所说的 因为川普的政策 令到美国整个社会收益 然后CNN说 与之相反 拜登政府在福利上花的钱 使赤字增加 鼓励人们不工作 更多的拿福利金 这样的投资 只会让人失去上进心 而且拜登还要调高企业税 属于杀鸡取暖 即使政府收入瞬间增加了 但是企业很可能 不会再愿意把工作带回美国了 看完CNN这位事实核查员 丹尼尔·戴尔的事实核查 以及CNN的报道 以及CNN对拜登 对川普经济政策的评价 我今天说对CNN的景仰 真是如滔滔江水 过去我没讲到CNN的时候 我都认为CNN是个假新闻媒体 是个极左的媒体 今天CNN竟然讲出这样的话 真是令我难以自信 为什么CNN会从一个假新闻媒体 到今天做出这样的评价呢 对拜登的所谓的执政的业绩 做一个事实核查呢 很简单 因为今天美国民众 对拜登对民主党的看法改变了 CNN如果再像过去一样 讲假新闻 再像过去一样 凡是民主党的事情 他都说对的 CNN一定会流失更多的受众 所以CNN在今天 拜登执政的现实情况下 他们也被迫改变了 他们报道的方向 这完全是拜登 迫使CNN做出的改变 如果我们说 降低中国产品 进口到美国的关税 不能够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如果我们说 美国的官僚体系 是不会让拜登 降低中国产品的关税的话 拜登要想扭转美国 现在经济状况 他还会有什么策略呢 我实在在这点上 真是看不到拜登能够做什么 恐怕拜登 讲完这个经济政策之后 他自己也知道 他只能听天由命了 中期选举到底结果怎么样 拜登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感谢大家